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17日星期六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天 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 發生了一宗針刺事故 我認為情節相當駭人聽聞 事源有一名護士被疫苗的針刺傷後 竟然用同一支針筒 幫一名市民接種疫苗 這些完全是低級錯誤 第二宗消息 在今天凌晨兩點半 衛生署突然安排 佐敦伯家市大廈的傳動居民撤離 安排他們送到竹高灣的隔離營 是隔離21天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昨天的針刺事故 詳細情況是怎樣 灣仔醫管疫苗接種中心的 醫療隊負責人 林哲元醫生確認 昨天有一名護士 在接種中心被針刺傷 同一支針 未知為何沒有丟 但被用作 幫一名外籍市民打疫苗 在場醫生在接到報告後 隨即幫這名市民檢查 市民在另一名護士陪同下 又去到勒敦治醫院的急証室 作進一步調查 據報當時 這名市民的情況穩定 是沒有不適的 我認為這個說法 無非就是避重就輕 因為 就算這個市民 當場有什麼不適的情況 這個 多多少少 只不過是反映了 他在打完針後 疫苗所產生出來的副作用 如果他手痛 我可能是一支針令他的針口痛 如果他有什麼頭暈新興 就是疫苗的副作用 但是 根據現場消息說 那支刺傷了一名護士的針 針上是染有血液的 仍然是幫那個市民來打針 如果真的染有血液的時候 那個反應哪有那麼快 就算要不適也不是當場不適 有很多東西可以染到 對不對 現在就說送了這名市民去急症室作進一步的檢查 我不知道他這個進一步的檢查 是檢查什麼 但是 有些可以經過血液傳染的疾病 就不是說 你即時去檢查是檢查得來的 到底 在日後會不會再幫這個市民進行檢查呢 比如說月乾 或者是其他的疾病 這間接種中心會不會承擔責任呢 因為有些疾病就不是說可以即時檢查得出來的 至少那個市民去檢查的時候 你會不會還給他錢呢 還有就是 這次的事故很明顯就是接種中心的絕對責任 一個經過專業訓練的護士 明知道那支針是刺傷了 另一名護士也好 或者刺傷了自己也好 那支針就不要得了 你也刺傷了 即是你也見紅 不是怎麼為刺傷 就算不見紅 你那支針也應該拿去扔掉 這些事情可大可小 換轉接受打針的那位是這一名護士 他又會有什麼想法呢 林哲元醫生說 涉事的兩名護士 暫時已經被調離崗位 不會再負責接種疫苗的工作 至於被刺傷的護士 和負責接種護士是否同一人 他就說內部仍然在調查 但他就說這是一個完全不應該發生的意外 事件已經是即時通報了衛生署 衛生署在回覆媒體查詢的時候就說 政府在昨天 接獲了伊利沙伯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有關通報 涉及到一名44歲的女人 接種復必泰疫苗的時候就出現針刺事故 這名市民隨即送往勒敦寺醫院 經檢查之後就同日出院 處方就會根據既定的機制 要求接種中心的夥伴醫療隊 在七天內 提交詳細報告 並且已經檢視了中心醫療運作 會繼續跟進事件 這些根本上對於中心是沒有任何的阻嚇作用 這些算是甚麼的問責 很明顯就是中心出了事 犯了低級錯誤 第一 這家中心竟然走出來道歉也沒有一句 只是交代這件事是不夠的 起碼也要說一句道歉說話 擺明就是這個中心出現的錯誤 責無旁態 道歉也沒有一句 第二 衛生署現在說按照既定機制 叫他在七天內提交詳細報告 提交完之後又怎樣 會不會有甚麼懲罰呢 是不是 起碼說你可以扣他錢 會不會有這些條款呢 到底衛生署所所講的既定機制 詳細的執行方法是怎樣 可不可以向市民解釋一下 不是說 去到最後可能是和熙泥的算數 那個機制有甚麼作用 之前已經是出現過一些事故 就是說 市民去打復必泰的原本 後來幫他打了科興 也可以 那只是說那些都是事故 這些全部都是事故 而且是低級的錯誤 到底會有甚麼懲罰呢 是不是 還是沒有 你也要向市民說清楚 不要含糊其詞 既定機制跟進事件 全部是官僚主義的官方說話 沒有意義的 就是 這個接種中心是由甚麼組織去營運 就是由醫護、承訊、同行等多個醫療組織 聯合以香港創新醫療學會去營辦 這個學會在19年8月成立 前任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擔任這個學會的顧問 至於醫護、承訊、同行 就在20年1月成立 由林哲元醫生擔任主席 他曾經簽署過撐警的聯署 以及批評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員 不理你這個男也好 甚麼都好 你沒理由就這樣算數 因為事實上就是犯了低級錯誤 我們又姑且看看 究竟衛生署會採取甚麼行動 跟著我們又看看第2宗消息 就是在今天凌晨2點半 衛生署就突然安排 佐敦伯家市大廈的全棟居民撤離 居民帶同了隨身行李 就要去到地下 分批登上衛生署安排的小巴 前往隔離中心 現場消息說 這班人就會送到去祝高灣隔離21天 為甚麼會選擇這幢大廈呢 就是因為 較早前有一名確診患者 是由印度回香港 他被驗出帶有N510Y的變種病毒株 是首次 有變種病毒的患者 入了社區 那裏 故此 在昨晚的11點半 已經列作了受限區域 所有居民已經接受了強制檢測 整件事 根本上出現了很嚴重的漏洞 為甚麼會仍然批准 爆發得很嚴重的地區的航班 抵達香港 林慈英常口口聲聲說 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內防就防了很多 又限這個限的 內防一定有做的 外防又怎樣呢 英國出現的不知甚麼變種病毒的時候 馬上就停了人的航班回香港 我沒有說你這個做得錯 反應才是這麼積極的 問題就是 現在何柏梁醫生 三催四請特區政府要考慮一下 禁止 從菲律賓 印度 印尼 和巴基斯坦出發的航班抵港 如果 吳薩婷航班的話 他就擔心 變種病毒 隨時就會入侵本港社區 現在 終於出現了第一宗有這樣的事件 是不是呀 你說要外防輸入嘛 你是要搞得那麼大陣仗嘛 你又說病種病毒那樣那樣 那些說得那麼厲害了 現在被你隔離21天那群人慘了 那些要打工的怎麼辦 21天不上班了 那是誰的責任呢 是不是這些市民自己的責任呢 還是誰的責任呢 誰是放這群人繼續進來的呢 何柏梁醫生說了很多次 是不是呀 他說要禁止這些航班入境 叫你考慮 考慮成怎樣呢 是不是繼續猶豫不決呢 英國就考慮得那麼快 馬上是果斷地停止了 到現在還沒開 但是這四個國家又怎樣呢 印度嘛 何柏梁醫生說就中了 現在這個 什麼染了變種病毒的 那個就是 印度來的 那你打算怎麼做呢 特區政府是 大家環顧一下全球所有的國家 不要計算中國 有沒有一個國家他們面對著這些所謂變種病毒的時候 是會採取那麼大陣仗的措施的 就算說英國美國 世界文明大國 是不是呀 他們發現了變種病毒會不會這樣 又安排整個大廈的居民 或者整個社區的人去 隔離21天 請問這些是不是人道的做法呢 開口埋口又說變種變種 然後就如臨大敵 你要如臨大敵也不要緊 市民應該怎樣來配合呢 外防輸入就不是市民可以決定得到的 內防反彈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去打疫苗 但是疫苗有效嗎 現在那個復必泰也好 或者科興也好 對於變種病毒的有效率是有多少 有沒有一個科學的數據可以告訴市民 請問是 究竟有多少有效率 不要在這裡叫市民打疫苗 在這裡催谷 因為現在說變種病毒 而且變種病毒也有分很多種 這個就叫做N510Y 很新的 有沒有做過這個 研究的 一邊搞到那麼大陣仗 所有東西就提升到那麼高規格 那你為甚麼呢 其實這些是 剛剛外國也不會這樣做的 外國那些叫做疫苗之後 大家在這裡當沒事就回復正常了 大哥 還在這裡搞這些東西 當作像當年防沙士那樣來防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如果有朝一日 這一種病毒搞定了的時候 香港又忽然之間說爆發這個流感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用同樣的手段去對付流感呢 這些事情合不合理啊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字幕志祥 李宗盛